虽然新冠状肺炎疫情是重创了观光产业 但仍然有业者看好东部地区的赏金活动 在新年度的第二天 花莲地区又有一艘新的赏金船 新航虎金号下水营运 成为了第八艘花莲地区的赏金船 希望能够提供游客更舒适的赏金体验行程 在祈福以及武师的热闹气氛下 新航虎金号二号在花莲赏金专用码头正式的下水营运 成为花莲地区第八艘赏金船 无论是在设备或是船体的结构上 可以说是目前最新颖的船只 甚至有冷气的设备 让游客在夏季赏金的时候可以更加的舒适 船公司的董事孙文德表示 响应政府发展观光产业 公司赤支四千万元打造虎金号 希望能够为赏金活动带来不同的风貌 我们花莲是台湾省最大的观光重镇 所以为了响应政府退广观光 所以我们股东简董 他就说要让旅客有个休闲又安逸的旅游品质 所以就打造一艘四千万的赏金船 来让旅客能安全而且又湿湿的来游太平洋看金鱼 希望旅客能很安适的来游花莲 促进我们花莲的观光业 经验丰富的船长高志文说 这艘船不但设备仪器先进 载客容量也可以达到88人 我们这艘船新航湖金总人数94位 乘客人数总共88位 船员有6位 早期的赏金船 赌架设备就是冷气没有 我们现在有做新船 然后整个设备 然后安全性的问题提高提升 倾斜包括船的建造倾斜 载客倾斜摇晃度 整个我们造船公司 请造船公司整个都加强 二号是虎金号下水的第一天 停靠在赏金专用港相当的吸睛 吸引了不少游客 趁着元旦假期上船参观 同时拍照留念 而业者也强调 虎金号除了将带给国人 耳目一新的赏金体验外 未来也将会结合国内外的游客 共同来发展海上蓝色公路的 相关观光活动 记者金鸿意花联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专用港相当的